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最近,明年选秀的三位最好的大个子球员 在NCAA的赛场上 表现的一个比一个出色 这让选秀状元的争夺越发的激烈 昨天,港杂卡又赢球了 这场比赛,二号种子的内外线都打出了最好的状态 队长古典内线Jutimi14投13中 罚球4投4中,砍下了30分,5篮板4助攻 而队中的选秀状元热门Chad Homogreen也非常高效 全场仅用7次出手,命中5技 三分球三投二中,拿到了12分,7篮板5封盖2抢断的数据 Chad Homogreen具有本届最高的天花板 他不需要每场都像Jabari和Polo一样 砍下变态的数据 仅仅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已经很难让人忽视 两名内线的出色发挥彻底解放了外线 后卫Android Numbird和Julian Stroser 投篮命中率也很高 一共命中8G3分,分别砍下了22分和20分 球队这种状态下,很难不赢球 他们全场以110比84,战胜了杨博汉大选 昨天另外的一场焦点之战 则属于三号种子Yosia对俄勒冈大学的那场 两队都打出了漂亮的进攻 Yosia6人得分上双 主将将军主战全场16投8种 三分球5投2种 拿到了23分,9篮板两注攻 而俄勒冈大学更是有6人得分上双 大四球员Jekob Young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3分 从整体来看,Yosia虽然实力更强 但是因为疫情打打停停 防守极其不在状态 球员脚步很慢 虽然靠着进攻勉强可以将比赛突入加石 但加石赛最后时刻 连续错失扳平三分 以81比84最终输球 送给俄勒冈主教练生涯第700场胜利 至于今天则有两场比赛比较受人关注 七号种子普渡以92比65 大比分战胜了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内布拉斯加的日本籍大二球员 富奇永生手感不错 5投4中,3分球3投2中 拿到全队最高的11分 但在普渡内外双新的出色发挥下 他们也只能以65比92吞下一场实力 小莫兰特之内AV全场10投5中 3分球5投2中 砍下了17分4篮板5助攻 比赛中的一次补扣 展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动态天赋 小姚明在一底更加高效 12投9中得到了22分9篮板两风感 他的体型在内线就像一个巨无霸 另外25号种子伊利诺伊大学 今天以68比53 战胜了本赛季下滑严重的密歇根大学 战绩来到了13胜3负 伊利诺伊的内线黑熊 Kofi Kauber延续着统治力 砍下了21分10篮板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